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之空窗期》第五集 被当面拆穿的好奇心 翻来覆去想了一夜,下下靠在床上 不知道为何,她很想哭 这次重逢,她偷偷看了她几眼 她还是那样,不怎么爱说话 可是她的眼睛,却像藏着很多心事一般 再这样下去,她想她会疯掉的 去浴室,胡乱洗了一把脸 也不管现在是清晨 掏出手机给蓝清玄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起 传来对方慵懒睡意浓厚的声音 下大小姐,现在才六点 有什么事你非要六点给我电话 下下也懒得和她打哑谜 直接问道,路易回国了,你知道了吗 蓝清玄早已经习惯下下的性子,知道啊 下下又继续问道,她这次回来就不再出去了 你知道吗 蓝清玄头痛欲裂,忍着最后一丝耐心,知道 她的事我都知道 下下紧紧握住手机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波澜不惊一些 那你知道,她为何会小敏分手吗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蓝清玄的声音 路易,下下问你为什么会和小敏分手,你自己对她说 下下倒吸一口冷气 她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会在一起 这时,电话响起熟悉的声音 喂,是下下吗? 下下立即结巴道,是,我,你怎么和蓝清玄在一起 路易,昨晚她来我家找我,我们聊迟了,她便在我家睡下了 下下在心中暗自懊恼,恨不得垂墙 对,对不起,吵到你们睡觉了 我,以为蓝清玄不知道你回来了 便想着告诉她一声 路易,在电话那头问了一声 似是接受了她的解释 她正要说什么 下下急忙说道,那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继续睡觉 对两个男人说,你们继续睡觉 总有说不出的怪异 可下下顾不上这些了,她丢人丢大发了 一大早八卦别人的私事,被郑主发现 都怪那个死蓝清玄 为什么要把电话递给路易呢? 她羞愧难当,一夜没睡 果然人会变得不清醒 路易放下电话,看着她的手机号码 默默记在了心里 对了,你为什么会和小敏分手? 蓝清玄从她手中接过手机 要是下下不问,她还真想不到会去问她的感情 路易柔柔太阳穴沉默了一会儿,才回到 我准备回国 她要定居国外 蓝清悬崖了一声,这样就分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 你放不下你爸爸,可以接他去国外 你在英国打拼了这么久 放弃那边的事业,很可惜 更何况小敏,那么优秀 你错过她,不后悔吗? 蓝清玄是真心为她好 路易闭上眼,这辈子我做得最对的选择 大概就是回国了 所以,没什么可惜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从一开始 我就不该听爸爸的,去国外读书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外人眼里的好 总归是表面的 每个人的内心需求都不一样 想要的不一样,得到的不一样 谁又能代替谁说一声可惜呢? 夏夏随意化了一个妆 扒了几口早饭,便去上班了 一夜没睡好 再好的粉底都遮不住眼下的憔悴 她开着电脑,脑子一片空白 倒是时不时地看极眼手机 生怕错过什么信息 没法专心投入工作 索性就主动问问客户 对目前设计还有哪些要求 她慢慢记录着 生怕有任何遗漏 终于熬过了一个早上 到了午休时间 她拿着手机不知道 是该点外卖还是下楼去吃 这时电话响起 是谢霄打来的 夏夏接起 夏夏 午饭吃了吗? 还没想好吃什么? 吃点好的 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累 吃完好好午休 对方关切的声音传来 夏夏嗷了一声 你也好好吃午饭 异地恋大概就是这样 只能在电话中 关心着彼此的一日三餐 想想 每天的话题无非是吃了没 睡了没 照顾好自己 能坚持下一段异地恋的 要么是很相爱的 要么是很独立的 夏夏应该算很独立的 至少她自己这么觉得 虽然有时候也会羡慕其他情侣 每天黏腻在一起 但是一想到黏腻在一起 就会有琐碎 有争吵 会干涉到彼此的生活 她想着 对比之下 异地恋挺好 安安静静 没什么可吵的 她都忘了自己多久没有和男友一起吃一顿饭了 也忘了上一次一起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挂了电话 正准备点分外卖打发一下 手机响了 是蓝清旋打来的 夏夏一大早把我吵醒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想怎么样 快说 夏夏无奈地回道 我正巧在你公司楼下 请我吃顿午饭 我就原谅你 蓝清旋蹭饭蹭出了一定的境界来 我在云婷 你快过来 夏夏正好不知道该吃什么 就拿着手机下楼了 云婷是一家得到的云南菜 平日里 他们聚会经常会去的一家 一进门就看见蓝清旋朝她挥手 夏夏快不走了过去 菜点好了吗 我快饿死了 点好了 你负责结账就行 蓝清旋笑道 夏夏比了个OK的手势 喝了一杯苦桥茶 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 怎么瞧着这么这么疲惫 蓝清旋问道 夏夏闭着眼睛 叹了一口气 失眠了 昨晚没睡好 蓝清旋一脸懂了的样子 看来是相思成疾 孤枕难眠 夏夏淡淡笑笑 懒得解释 她眯了一会儿眼睛 睁开眼睛后 才发现 路易不知道何时 坐在自己的对面位置 不知道刚才那一句 相思成疾她有没有听到 知无道 路易 你怎么在这里 蓝清旋 忘了和你说了 我和她一直都在一起 刚她出去买了点东西 我让她在这里与我们会合 夏夏尴尬地笑笑 不再说话 蓝清旋不懂她的心思 问道 你早上不还向我打听路易的事吗 现在她就在你面前 有什么事直说 菜一盘盘上记 夏夏连忙转移话题 这气锅鸡挺好吃的 说着便埋头苦吃起来 蓝清旋看不透她葫芦里卖什么关子 又继续问道 你是不是替班里 哪位女生打听啊 毕竟当初暗恋路易的人这么多 夏夏差点被这气锅鸡的汤烫道 你既然知道就不要说出来啊 这样弄得大家都尴尬 路易默默吃着她面前的红油鸡棕 似乎没有再听两人说了什么 夏夏盯着这盘红油鸡葱 轻声道 你不尝尝别的菜吗 路易这才抬眸 停下筷子 看了她一眼 好的 我不挑食 什么都吃 夏夏伸手替她舀了一份五彩糯米饭 这个饭很好吃 谢谢 路易说道 结果她手里的饭碗 低头自顾自吃了起来 夏夏见她语气 如此生疏冷漠都摸不清自己是不是哪句话得罪她了 是不是她不喜欢别人八卦她的事 尤其是当着她的面 她的心情因为过分在意她的情绪 而变得不安忐忑起来 一时间心里百味杂陈 面前一桌美食都不香了 中哩 那么 ��arkan 现在 闻